我觉得它的布置也显得真的很优雅 很优雅 有一群年轻人他们在里边就是安静的在看书 这是人家住的吗 对啊 是我去啊 妈妈今天带妈妈来艺文特区了 招招手呀 小鸽子 这么多小鸽子你看呀 应该带芋头来 妈妈要拍照了 今天天好 就是风大 等一下啊 妈妈说这个房子很漂亮 那家人家种好多花 这边房子是好看啊 这房子很贵 蛮贵的这房子 等一下啊 嗨大家好 我是胡椒 又是风又是风 可是今天天很好耶 那妈妈又出来逛逛了 今天我们来到了一文客区这边 那妈妈参观一下 吃一吃 嗨 有很多小鸟的叫声 生态很好的 对面就是全桃园最美图书馆 全桃园最美丽的 那边就是全桃园最美丽图书馆 上个月新开的 图书馆 图书馆以生命术为主要灵感 配合桃园在地气候 和位于公园中央特性 让建筑能与环境相互共融 我跟你讲 它这里面五星级的图书馆 我们进去一堵芳荣吧 偷偷告诉大家 这也是全台湾最美图书馆哟 哇一进来哦 里面很漂亮很大 你看它图书馆很大的 你看很大很大很大很漂亮 它这里饮料不能带进来 我看很多人把饮料就寄放在门口 然后这一层三楼呢 就是儿童图书馆 亲子阅读区 很宽敞的 整个一层都是 这里很适合带芋头过来 感觉可以在这边泡几个小时呢 要几个吧 要几个吧 环境真好大 妈妈也在这边拍 妈妈也觉得漂亮 这里很不错 妈妈对吧 跟着妈妈 妈妈对这个亲子阅读区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不停地拍小视频 有没有感觉了超豪华五星级图书馆 小孩子来玩还是不错的 小孩子到里边来看书 很嗲 它内部以知识螺旋为结构 在中央设置圆锥状通风采光景 很高耶 图书馆好大好大哦 七楼啊 上面去了 对一共七楼 回去又看了一下资料 应该是八楼哦 好我给你拍啊 你等一下啊 妈妈说刚刚在阅读室看到很多人在看书 对啊 我们走进去对吧 一点声音都没有的 显得很优雅这个地方 嗯 就大家很安静的在看书 对啊 嗯 我觉得 它的布置也很那个显得真的很 很优雅的 很优雅哈 嗯 有一群年轻人的吧 他们在里边的吧 就是安静的在那个 看书 嗯 是哦 嗯 对啊 那我们等一下再到前面去看一下 好吧 从里面 从里面 从那边进去 对啊 对就这里进去 一楼还有日本知名书店鸟屋进驻 这一区域是日本商品米饮快闪店 它里面除了书籍以外 还有香氛啊 茶具啊 茶叶啊 咖啡啊 日本特色酒款啊 还有不少日本各产区地方创生的玄物 可以慢慢逛哟 可以慢慢逛哟 在里头逛 感觉自己浑身出满了书香气 茶 哦 茶包 中午吃个便当 因为妈妈很喜欢吃这个麻婆豆腐饭 她超级爱吃这个 哈哈 对吧 又便宜又好吃 嗯 这家全家设计也有一个风格 嗯 很特别很漂亮 真的 嗯 想带妈妈去吃饭 然后她说找个地方吃便当做好了 所以就等她来全家了 嗯 其实呢 我觉得喜欢看书哦 是一种蛮不错的行为习惯 就是会看书的人哦 就是走出来就有一种不一样的气质和感觉 所以呢 也希望大家都能爱上看书 嗨 豪宅领地 我跟家这边都是豪宅啊 那现在好像英文特区六卦好少哦 六卦少了 那她这里也在造捷运 绿线嘛 就通到我们巴德那里嘛 啊 等通车了就好了 今天这个图书馆蛮值得一来的 我爱些时间都不错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了 喜欢的朋友就在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支持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